最近在我国水域发生的油污事件 引起人们对渔场水质的关注 三家渔场告诉记者吴良祥 他们未雨绸缪 已经分阶段安装预警系统 就算有油渍或者是其他的化学物质来袭 也可以尽早做好准备 避免血本无归 鱼可以不进食 但不可以没有氧气 新的预警系统主要功能就是 监测海里养殖的鱼儿 有没有足够的氧气生长 这次油污的事件 这套系统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东西 就我们在测量的当中 我们测量到水的那个养分是足够的 如果油污太厉害的话 那个养分一定会掉 这个仪器一旦探测水里的氧气分量过低 马上启动增氧水棒 从农尾引进的这套预警系统不便宜 要价15万元 去年12月25号的红潮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包括我们的鱼儿都死光了 好几十吨都是我们一年的兴趣 所以这个系统我们更加拨去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 预警系统允许业者互联网上实时遥控监测 整套预警系统最快7月将完成所有安装 到时渔场四处将装有8台闭路电视 实时拍下渔场的一景遗物 起着保安作用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香报道